我们要与人同住 我们要救祂的百姓 我们要救祂的百姓 祝祂同在 祝祂的神 我们的神渴望与人同在与人同住 祂的太处处来 在简单时间里 全选的人在生命上连结 在心情上调和 在神会上与人合併 之后才是神永远经论的终极完成 新耶路撒冷 神与人的陆下的居所 这个简单将要结束 时间的桥梁 将来永福的永远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 为了就是那简单 也就必要成为那简单 就是神永远沙冷 这是我们人生的意义 是我们生活的目的 弟兄姊妹 神为什么要从永远出来呢 因为他不喜欢住在天上 为什么就会住在那里 因为他需要与人联合 今天就在这出来的过程中 从两方面来临到我们 在外面物质的这一面呢 他经过七大步骤 成为肉体 被人生活 死复活 生天成为赤生命的灵 交换下来 并且成为福音 广传到所有居然之地 然后他生在 伯利恒 长在拿撒勒 进到加利利 然后呢 上到 各个他 耶路撒人 十三大土婆 身天成为那林 交换到门徒里面 所以今天呢 他在他门徒里面呢 同的门徒 在门徒里面 传扬福音道 到犹太隐 全地上 沙玛利亚 之道地极 包括消养西亚 欧洲 美洲 哪里 中国 印度 澳洲 最前到头 还要回到 耶路撒人 七大步骤 在我们这边呢 需要六方面的配合 我们需要我们 什么 四个家族上开 爱主到极点 四个家族上开的话 赢得加强 七大民用信 使外面人得破罪 神租能够再往盈利有助 最终却得五大事件 成为肉体 什么呢 床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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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大步骤 五大事件 还有我们六方面的配合 能够出来 一个终极完成 就是那神与人 连结调合 並合并的 星天! 星天!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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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路亚